对于任何一个健康产品,大家最关心两点,就是效果和安全性。 养精灵软胶囊的效果是没得说的,它的工作原理和实际效果,可以观看我的视频讲座,走出医学困境、医学盲点与当前的慢性病泛滥。 而关于安全性,我想说三点,一,这个产品截止到2016年的3月,也就是现在,已经做了快11年了,我一直在吃,我身边的人也一直在吃,也有很多顾客已经吃了好多年。 第二,在2006年5月,我们委托大连医科大学基础学院,进行过急性毒性实验和最大耐受量实验,结果证明产品安全无毒。 可以看一下这两个证书,那时候的名称叫活氧素食用胶囊。 第三,我曾用我自己的身体,亲自做过两次破坏性实验,就是一次吃60粒养精灵软胶囊,以验证它的安全性。 要知道,养精灵软胶囊的正常剂量是一天一粒,但是我一次吃60粒。 今天我在摄像机镜头前面,打算再次吃60粒,以便让更多的人见证它的安全性。 这就是养精灵软胶囊,包装很不起眼,但它蕴含的生物科技是世界顶级的。 它不仅吸收效率高,而且把细胞对它有效成分的利用率也非常非常的高。 所以说正常剂量,一天仅需要一粒,这一瓶装30粒,我今天一次要吃进去两瓶。 但是因为这个胶囊的皮太多的缘故,所以说吃60粒胶囊呢,吃的时候胃可能会不舒服。 但那是胶囊皮的缘故,与养精灵的内容物是毫无关系的。 我先吃一瓶。 这个是60粒,这个不用数了。 这是30粒,这是30粒。 40粒。 40粒,这是60粒。 40粒? 4粒? 这是另一个三十粒 好了 我敢吃六十粒 就说明我对产品安全性的一种自信 我吃了十一年 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我现在就做了这一集 我去梦的东西 我看你了